受疫情影响香港艺人的收入多数都大不如前 因此现在不少香港艺人都喜欢哭穷卖惨 为了堵住这群富的流油还想割韭菜艺人的嘴 线下也有香港的地产媒体开始 爆料一些头部艺人的房产情况 表示这些艺员就算躺在家里 靠收租就赚得盆满钵满了 不过这一统计就让网友发现了一个异类 那就是王菲 虽然他在港有七八栋别墅豪宅 但豪宅一直处于闲置没有出租的状态 对此既有心疼王菲不会理财的粉丝 替天后每年少赚了千万租金感到遗憾 也有一些不知道在想什么的杠精角度新奇 历史王菲没有爱心 明明知道HK地区住宅不足 手上有房子囤积却不肯对外出租 王菲有房子不愿意出租这 事儿应该也没啥好背嘴的吧 一来他的人生在经济方面根本没有低谷期 既然不缺钱 那不想着赚钱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二来由于时代机遇外加媒体造神 王菲本来就不算是一个普通议员 多年以来就更有不少富豪权 跪脚尽脑汁想要跟天后有点联系 因此如果说王菲要是成了房东 那估计得有一批人等住姚浩当租客 基于这些情况对于王菲来说 这房子真的是空住省心多了 而且人家虽然不租 但是卖呀 前两年不就有新闻说他生财有道 一栋三千万购入的物业四亿卖出 升值了八倍吗 因此替他心疼没赚到租金的粉丝 也可以歇会儿 人家大头赚到了 小钱就不在乎了 至于说他有房不租 压榨了普通市民住宅空间的杠精 就趁早闭嘴吧 他的房子就算免费出租 普通市民估计也嫌物业费贵 所以他的这点私事 到不了妨碍民生的高度 最后只能说希望上面控制 一人收入的政策再紧一点吧 毕竟明星们确实是吃得有点太饱了